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江西的雾园 位于雾园东北部的黄陵古村 是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村落 村里是青瓦白墙 小桥流水 古道纵横 非常的有特色 每到秋天 当地的村民们 还会在房前屋后 窗前屋顶晒出 色彩斑斓的农作物 形成了独特的晒秋文化 非常出篇 每年都会吸引不少游客 勿命而来 夜幕降临 灯光映衬下的黄陵古村 别有一番意境 还有不少精彩的飞翼表演正在上演 马上就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记者哈勒 哈勒你好 国庆假期里夜游黄陵都能够看什么玩什么 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春燕 我现在就是在江西雾园黄陵的古村落之中 此时此刻夜幕降临 灯光亮起 相比于白天夜晚的黄陵古村 少了一份热闹 但多了一份韵味 那么首先我们先跟随着穿越机的镜头 一起穿梭在黄陵古村之中 带您一起来看一看 尽管现在天色已晚 我们可以看到夜幕下的黄陵古村 吸引着不少游客漫步期间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错落排布的村落街道之中 点点灯光让这座古村落更显得古朴典雅 而这些保存完好的灰派建筑像白墙带娃 码头墙 飞烟翘角每一处都透露着那种历史的厚重感 在房前屋后 白天性游客驻足的晒秋灭盘 现在依然摆放在晒架之上 从空中俯瞰 其实虽然没有了白天那种五彩斑斓的色彩 但也有一份独属于夜晚的静谧与浪漫 而假期期间游客漫步在古街的街道之上 或者观景台还能够看到远处梯田上所打造的夜景灯光秀 感受黄陵古村夜晚的惬意 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 黄陵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 山上山下的民宿预定火爆 景区的日均线上提前预约人数达到了1.5万 而值得一提的是游客在黄陵古村 不仅能够欣赏这样美丽的夜景 还可以体验到当地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夜晚在黄陵古村上演的 飞仪演出《指灯五仙鹤》 这种用逐座骨架材质杂质的仙鹤 在表演者手中翩翩起舞上下翻飞 也是引得游客掌声连点 而就在离五仙鹤不远处 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同样具有物源当地特色的演出 也正在进行 这种表演形式属于灯彩的一种 叫做滚灯舞 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 形式也是各不相同 但大都有祈求国泰民安 人丁兴旺的意思 从高空俯瞰也是热闹非凡 我们也借此把这一份祝福隔着屏幕送给您 当然除了这些极具韵味的夜景表演 在黄岭村的街道两旁还设有大大小小的店铺 走在街上可以看到一些物源当地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小吃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甲露纸伞的制作 那么现在我们的纸伞师傅正在展示的就是会伞花的这样一个环节 而会好后的纸伞还将经过川花县等一系列这种繁琐的工作 在2021年的这项技艺也是入选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伞制作技艺的拓展项目 此外您还能够看到在黄岭古村的木雕 刺绣 米片糖 烤瓷巴 后气糕等等 我们也看到现在有不少的游客或牌照留念品尝当地的美食 享受这一份古村的悠闲时光 我们也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黄岭古村 白天逛古村赏晒秋 夜晚看夜景观表演 相信在这里一定能给您留下一份独属于自己的独特记忆 好的 春燕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谢谢哈乐 看来这个古村落里的休闲时光相当的不错 非常有吸引力 谢谢哈乐 东方时空我们稍后继续